第569章 专业 夏 庄瑞对于雁台这类杂像古丸了解不多 在听到德书的话后 只是以为这雁台是吴昌硕用过的而已 并不是怎么在意 所谓的古丸大多都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经过名人把玩收藏的 吴昌硕虽然是近代的书画宗师 但是还不足以让庄瑞动容 要是这玩意儿是王羲之喜比严莫所用 庄瑞或许会吃惊一下 其余人也是和庄瑞一个想法 但是赵寒暄不一样 他本来就是做文方四宝生意的 对于这方录入到当代名艳注录的宴台 却是知之甚深 在听到德书的话后 惊呼粗鲁的一把从德书手中将燕台抢了过来 任务四月金府将池子 黄武之传尖尖尔谷 捉在孙郎流片土 共我燕林列第五 仓术 天哪 真的是无老亲手制作的黄武专业 赵寒暄在把专艳侧端明刻的文字读出来后 脸上满是激动的神色 庄瑞在旁边也听懂了 感情这玩意儿不是胡昌硕收藏的 根本就是那位话坛宗师自个制作的呀 马老师 给我们讲讲这燕台的来历吧 齐珠看到赵寒暄激动的样子 不用问也知道 这燕台极其名贵了 他父亲就是一位乳商 这些年收藏了不少玉器类的古丸 平时也爱好书法 齐珠就想把这方燕台买回去 送给父亲做礼物 哦 小庄 你运气还真是不错 居然能逃到这屋间 这东西自吴老去世之后 一直都不知所踪 没想到被人给隐藏在古城砖里面了 德书感慨了一番 在燕台收藏中 吴昌硕这方砖业绝对能位列前十 收藏和实用价值都是极大的 这方燕台原本就是一块三国东吴时期 皇武元年的古城砖 这燕台上所说的金佛家 是江苏苏州人 为人豪爽侠气 爱好收藏古物 尤其是好古桃古砖 遇到库外之古砖瓦 如青囊不俗 也必借款求苟 亦在必得 金佛家得知昌硕先生 户外古砖 因为同道 请有人引荐后 与之相识 互以古物踏板相留 文艺事件跃尽 忠为智友 就是他把这成砖赠给吴昌硕的 在光绪八年的时候 长硕先生 书以倒在瓦屁四字横幅 赠于金佛家 佛家十分高兴 数日后的四月初九 就以家藏的古佛为宝 此佛为出土之物 约为周秦时期 佛上无文字 简朴可爱 自好老佛 佛翁的长硕先生 十分真爱此佛 直至深厚 也将此佛 长陪于秦陵之中 只是金佛家 不久之后就离世了 让吴昌硕先生悲痛不已 昌硕先生 七十二岁时 用此转眼 视东新先生藏墨时 见吴私有 劳力纵横 朕可谓 佛辟之情 天上人间 所以 他一生中 最真爱的两个物件 一个是那个古佛 另外一个 就是你们看到的 这方砖研了 其实 当年金佛将 送给吴昌硕的 古城砖 不止一块 另外一块 用汉金期 建横二年砖 所制的研台 也是极为有名 只不过那块 不是吴昌硕先生 亲手所制的 所以 没有这块研台 声名显赫而已 德书一番话 讲完之后 众人看着这方专业 似乎都能感受到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 两位友人之间的那种 深厚的情谊 一时间 店里变得寂静了起来 就连几位 选购文房的客人们 都被德书所讲的故事 给感染了 马老师 这 这东西 他也应该有个价码吧 其中的声音 打破了店中的沉寂 听完德书的介绍之后 他是越发 想把这方专业 给收入囊中了 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 他父亲所经营的那家公司 是江浙地区 极为有名的一家集团 几百上千万 他都掏得起的 这个 还真是不好说啊 现在收藏古宴台的人 是越来越多 这方宴台 如果上拍卖会的话 起拍价 应该不是很高 在十万块左右 但是成交价 就很难讲了 百万都有可能的 德书眉头皱了起来 这样的物件 还真的是很难给他顾价 起拍价是无法说明问题的 如果遇到喜欢的人 为了得到他 一致千金也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 在最近几年的文物拍卖市场上 有些起拍价 仅为一两万人民币的物件 往往最后的成交价 高达百万元 在德书眼里 这方专业就具备这种潜力 其实德书的估价并不算很离谱 因为就在近期 吴昌硕生前收藏的另一方名业 就上了一家拍卖会 其拍价仅为五万元人民币 最终以六十六万元的价格被人拍走 第五百七十章 如意 其珠的本意 只是想买一方真的古艳 现在见到庄瑞的态度坚决 当下就听了赵寒暄的意见 去挑选另外几个宴牌了 有德书这位免费的鉴定师在 其珠倒也不怕买了假货 老公你真棒 见到庄瑞身边的人都走开之后 秦宣斌悄悄的在庄瑞耳边说了一句 这个社会还是男本位的社会 见到自己的男人才华横溢 秦宣斌自然是高兴不已了 当然了 你老公往哪里都帮 庄瑞坏笑着在秦宣斌脸庞上亲了一口 吓得秦宣斌脸庞推开了他 虽然他在国外留过学 但是对于那些情侣们在街头 旁若无人的亲吻的举动 还是无法理解和做不到的 选兵 明天咱们就去秦月林看看吧 我让姐夫从鹏城送了一批翡翠料子过来 你可以根据料子做一些设计 到时候交给罗师傅去雕琢就可以了 庄瑞现在心里有些愧疚 来到店里后不是忙着卖珠花 就是在鉴定这方古宴 把秦宣斌都给冷落了 半天都没和他说上一句话 虽然庄瑞对女人的实战经验很少 但是架不住他爱看书呀 庄瑞从书上得知 没工作的女人早晚都会丧失自我 渐天的就跟在男人后面一神一鬼的 庄瑞可不想让自己老婆在家里当个摆设 怎么说秦宣斌都是在国际上出路头脚的年轻珠宝设计师呀 不让他工作未免太委屈他了 好的老公你去忙就行了 不用管我的 秦宣斌笑了笑 都说工作中的男人最具吸引力 他也很喜欢看庄瑞在鉴定古宴时那副专注的模样 嗯 庄瑞握了我秦宣斌的小手 然后走到德叔的旁边 说道 德叔 还得麻烦您帮我看看 这些玩意儿虽然都是真的不佳 但是我对于现在的市场行情不是很了解 德叔您给定个价码吧 先前要不是德叔在 庄瑞那朵珠花 估计也能卖出个白菜价来 可见现在要做股丸这类生意 不是你能鉴定出真假就可以了 还必须要了解现在这些物件的市场行情 德叔虽然现在不在典当行工作了 但是闲暇时还会去参加一些中海的古董拍卖会 所以对这些东西的价格比较了解 当然 庄瑞要是能把京都拍卖行的钱总找来 那定价还要更加的精准 德叔哭笑着摇了摇头 本来是想逛逛潘家园的 谁知道 居然被庄瑞拉了撞钉 不过他也是甘之如頤 当下脸色一正 说道 你小子啥都不懂就敢开门做买卖 我帮你定价可以 不过 您要告诉我这些物件的来历 虽然你小子背景挺深的 但是有些玩意儿还是不能沾的 刚才庄瑞和秦宣斌说话的时候 德叔就一直在看着柜子里的这些如意珍珠 还有玉石类的古丸 却是越看越心惊 因为从这些玩意儿上的做工来看 基本上都是出自宫廷造办处的 不仅有清朝的 而且有些物件看上去 还有些明朝的风格 德叔这也是怕庄瑞走了什么歪路 搞到的这些玩意儿 前段时间才听说 沈阳那边的一家博物馆被盗了 里面可是有不少 溥仪当年带过去的珍贵文物的 德叔 您想到哪儿去了 咱们里边去说吧 庄瑞看到德叔怀疑的眼神 不由有点哭笑不得 只是这外面人多嘴杂 庄瑞只能将柜子打开 把那些珠宝古丸 全都收进包里 拿到里间去了 德叔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可不敢骗您啊 玄冰就在这儿 他也知道这事的 进到里面的隔间之后 庄瑞原原本本的 把在缅甸发生的事情 给德叔说了一遍 不过庄瑞 却是把那十吨黄金的事情 给隐瞒了下来 都不是信不过德叔 而是因为那件事 牵扯到欧阳磊 动用军用直升机的事情 不适合太多人知道 而且那批黄金 也和这些古丸 没多大的关系 你小子 运气还真是好啊 对了 您要是不喜欢 这珠宝类的古丸 可以把它们都卖出去 但是 像这败卯如意 可是不错的玩牙 生殖空间很大 可以留下来的 德叔在听完庄瑞说的事情之后 也只能摇头不已 当下给拿过一张纸 把这些古丸的价格 一一地标了上去 只是在拿起那个戴帽如意的时候 德叔停了下来 这东西有讲究 这把通体幽黑中 泛着一种墨色光彩的如意 是用戴帽角质所磨制出来的 正面雕刻的是 蝴蝶细细花丛的图案 在其背面 还有佛教的腕子不断闻 当然了 你小子 还是要多多学习呀 多看点书 我给你说说 这物件的讲究吧 德叔不满地看了庄瑞一眼 把这戴帽如意的收藏价值 给庄瑞解说了一下 原来 戴帽自古以来 深得历代贵族 或商骨复刻之宠爱 被视为传世之宝 是万寿无疆之象征 戴帽的背甲 可以用来制作精美的装饰品 汉代的著名诗篇 《孔雀东南非众》就有 足下涅斯旅 投上戴帽光的诗句 我国在广东省建立的 惠东港口自然保护区 就是以保护戴帽 绿海归等海归为主 如唐代女皇武则天 就用戴帽制作梳子 扇子 琴板 发夹 乃至整个戴帽标本 如意一词 出于印度梵语阿纳律 是自印度传入的佛句之一 丙端做新型的 用竹 骨 铜 玉制作 法师讲经时 常手持如意一饼 即经文于上 以备以忘 而如意在民间 素来有不求人的名称 很多朋友可能知道 这东西就是脑痒痒用的 只是那是穷人的叫法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 如意得到了普遍的使用 他在这期间非常走红 成为了帝王 及达官贵人的手中之物 到了清代的时候 皇帝和皇后 用如意作为赏赐 王公大臣之物 在皇帝选妃之时 若将如意交入一人手中 那就意味着他将成为皇后 民国时代 如意则是成为贵重礼品 富有之家相互愧色 祝愿称心如意 世事变弦 如今的如意 已经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而成为古丸之术 但义丙丙精之脆美的如意 承载着他们所曾拥有的历史 及他们所蕴含的 吉祥美好的寓意 依然是那么岳母仪情 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怪不得呢 我那里有十几把如意 感情都是皇帝赏赐出去的 听完德书的话后 庄瑞这才闹明白 如意的真正价值和寓意所在 总之 这东西作为吉祥物的象征 现在备受藏家的追捧 而庄瑞手中的这些如意 都是宫廷用物 换句话说 就是皇帝和皇帝老婆 抓痒痒用的 那升职空间 要比民间的如意 还要大出许多倍 庄瑞对那些珠宝类的古丸无碍 但是却把这把如意 给挑选了出来 这东西 在杂项里面属于热门收藏的物件 自己还是留下吧 等到德书给庄瑞的这些古丸 全部标好价格后 庄瑞又将其摆了出去 并且把那单子手抄了一份 一张交给了猴子 让他对照各个物件给背熟了 另外一张 自然是自己留下来了 这会儿 吉祥也挑选了一款 价值八万的古丸 虽然价值没有那方古丸珍贵 但是也是清朝大户人家所用 其珠还是很满意的 其珠付过款之后 对庄瑞说道 庄老师 有空来浙江转转 我们那里可是鸡血石的产地 您这店里是卖文房用具的 我看还少了印章这一类的东西 以后要是有需要 我可以带你去选购鸡血石 庄瑞道 谢谢其珠姐 以后要是去浙江 一定会捣扰您的 到时候 您别嫌麻烦就行了 老赵 咱们不卖印章吗 送走其珠后 庄瑞看向赵寒轩 他本来没注意这事 听其珠这么一说 还真感觉少了点什么 这字画书写好之后 一般都是要盖上灵印的 这印章的确是和文房四宝分不开的 赵寒轩听到庄瑞的话后 脸色变得有些古怪 最后还是说道 庄老板 以前店里也有印章卖的 那会儿我还请了个师傅 专门帮客人制作印章 只是 后来去昌华金鸡血石 被人用假冒的给骗了 赔了二十多万呢 以后也就没再继续卖了 庄瑞文言笑了起来 这老赵的运气也忒差了点 在北京被人下套骗去八百多万 去昌华金鸡血石也是被人骗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店围持了好几年的 印章还是要卖的 等有时间我去趟浙江吧 庄瑞记起前些日子 给古师伯送订婚请帖的时候 古师伯曾经给他说过 初学雕刻的时候 可以先从撰刻印章开始入手 还别说 庄瑞当时一听就上心了 因为小时候 他就干过这事 要说这事 主要还是因为刘川 这哥俩读高中之后 庄瑞的学习成绩好 但是 刘川经常满满不及格 每到学习末的时候 拿成绩单回家 少不了要挨一顿奏 于是庄瑞给他想了个办法